昨晚,中国乃至世界规格最高,规模最大,项目最多的水上运动赛事,2009,中国柳州上汽通用武林杯世界水上极速运动大赛正式拉开帷幕。 开幕式上精彩的摩托艇表演和滑水表演,如梦如幻的水上音乐分泉,璀璨艳丽的燕火晚会,让柳江美不胜收,为节日的龙城增添了欢乐。 市委书记陈刚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、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。 陈刚说,一年前,柳州成功举办了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,吸引了世界的目光。 今天,水上运动又一次风靡柳州,世界三大顶级赛事聚集柳州,让这座山水工业城市再次燃起运动的激情, 向世界充分展示水上娱乐运动之都的独特魅力。 柳州将尽最大的努力奉献一场有特色高水平的水上运动盛会,让世界了解柳州,让柳州走向世界。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维迪,国际华水联合会主席库诺·理查德, 国际水上摩托联合会主席马洛·拉文娜等在致辞中对美丽的柳江大加赞赏。 他们说,柳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,柳江更是开展水上运动的理想场所。 水上急速运动大赛在柳州举办,将推动这些运动在中国发展,提升柳州作为重要的国际水上运动城市的知名度。 市长郑健康主持开幕是,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沈北海宣布大赛开幕。 现在我宣布2009中国柳州上汽通用武林杯世界水上极速运动大赛开幕。 这一刻的柳江激情四射,这一刻的柳江世界瞩目。 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世界顶级选手,现在已经齐聚柳江之盼,将从今天起到7号尽情演绎人类挑战极限运动的精彩比赛。 三项世界顶级水上极速运动在同一时段里,在同一水域举行,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新。 包括运动员、裁判员和官员在内将有600多名国外朋友亲临赛场。 在媒体报道方面,TWI三颗同步卫星进行赛事转播。 全球将有1500多家电视及平面媒体对赛事进行报道,范围覆盖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。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蒋继雄、驻柳部队首长马毕强、市领导周卓鑫、苏海棠、严世明、甘霖、周汇丰、何欣信、崔放明等出席开幕式,并观看了水上音乐喷泉和焰火表演。 现在是晚上八点,距离大型焰火晚会的台幕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,但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,现在整个旅行路上已经站满了前来观看晚会的市民,大家都在瞧手以盼这场视觉盛宴的到来。 晚上八点四十分,柳江大桥与文汇桥之间的柳江水域游暗变亮,大井水上喷泉的喷头从水下慢慢升起,如同莲花绽放令人浮想联翩。 随着充满激情的音乐声响起,数十道气势雄伟的水柱从三百米长四十米宽的江面上喷涌而出,现场发出震震惊看声。 晚上九点,奔泉表演悄然落幕,夜火晚会绚丽登场。 一时间,宛如东风夜放发青树,闪耀龙城和夜天,飘扬的五星红旗震撼了现场的所有观众。 当那个两边的水柱升起来的时候,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,呃,焰火从上面喷起来,然后一条一条的那个像金蛇一样的掉下来。 绝对的令人惊讶,我在美国经过不少焰火和喷泉,但都没有这里的精彩。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。 这里是冰江动物清水平台,我的身后就是盘龙山瀑布焰火燃放点。 此时此刻,千姿百态,流光溢彩的焰火正在盘龙山上空绽放。 秀美的柳江和璀璨的焰火相互辉映,令人陶醉。 盘龙山瀑布的焰火燃放采用了高低两个层次,形成了立体的画面景观。 在瀑布正上方的尽快艳火,不断变换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, 祝福祖国的标语和鲜艳的国际主案,将现场记分,一次次推向高潮。 看着这个鲜艳,我就想到我们的日子就像鲜艳一样,这样宣量越来越好, 像我们柳州一样发展越来越漂亮。 让世界人民都会知道,我们柳州有一条很美丽的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